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总统府秘书长 一方面对陈菊备极信赖 一方面也想要借重她的备份调和顶赖 尤其蔡总统完全执政 却在民调上屡屡受挫 改革之路更饱受冲击 加上堪称蔡总统齐中考的 县市首长大选在即 这一仗攸关2020能否继续执政 这时获得调动 可见陈菊角色之吃重 也印证一声为人坐驾的立他性格 而陈菊也是美丽岛世代 依然活跃在当今政坛的唯一人物 这位宜兰小妹 历经政治黑牢各项选举功职 再到总统府秘书长 这一条坎坷路走了半世纪 完全见证台湾民主发展时 我们有蓝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陈菊 吕秀莲跟施明子 依序先后由宪兵和女警提押入庭 他们已在重复的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可以看到施明德 面临生死的政治黑牢 人潇洒的面动笑容 而陈菊则是沉重面无表情 他们已在重复的叮咛 冰入蓝绿一起散灵 民主是这么多人 真真打命 太苦 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 将要由现任高雄市市长 陈菊 吕秀莲来执任 1950年出生引来三星乡的陈菊 来自务农大家庭 19三那一年考上实行大学 为了承重学费 她成了省议员郭雨昕的助理 当年郭雨昕火调云反对运动 陈菊的工作 就是帮政治犯跑腿传递讯息 直到1979年12月 这个圆脸短髮的单纯女孩 已经在美丽岛杂志在任联集 却因为一场党外演讲 被捕录律律 人生从此不同 黄信介和陈菊 常常回头看庞听史上的家子 陈菊的家人根本不懂政治 但这个女孩站在访庭里 却一礼不拒 这使得她其实才使不到 站在张俊宏黄信介与陈秀莲 这些打败前辈的身边 不过就是个年轻小妹 但陈菊稚嫩的面孔背后 却有着超过年龄的成熟霸气 我一生也只做一件事 不会做生意也不会 我就是很简单 我就是在从事台湾 一个非常专业的政治工作者 这辈子都把自己贡献给政治工作的陈菊 冬完六年又二十天的黑劳后 1991年当选国代 在转战北高两市的社会局长 贴着出任律营执政后的劳委会主委 凭着丰富的行政经验 2006年回到她当年政治路的起点 也就是培岛事件爆发的高雄 一举当选市长 没想到 付宝借给乌书森的举手 我干好不好 请把乌书森要回来好不好 好 2006年成前总统的涉贪风暴摇烧 民进党先入谷底 2008年1月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拿下三分之二的席次 共80一席 民进党却仅仅27席 3月的总统大选 马英九对以765万的高票 大败民进党的写成庭 陈居主政向高雄 撑了绿营最后的谈同报 这时有人劝他 为了党出来选主席吧 为了对高雄选民的承诺 全局没有办法答应 这时几乎已经垂死的 民进党不回路转 露出了一切意外的指光 这是一个对我来讲 无论有回头路的决定 我们决定参选这个党 蔡英文以57%的得票率 打败蔡同仁郭宽敏 成为民进党内第一个 请国内党主席 总统也是一个好命 因为他如果今天 他没有高度的理想跟热情 他可以过很优雅的生活 成局对蔡英文的印象 是从陈水扁时代的 行政院实际开始 第一个我想他是 如果是中低就低收入户的身份 当时的老委会主委成局 出身贫苦农村 为了打工赚学费 意外栽进反对运动 而从台北的富裕家庭中 长大的陆委会主委蔡英文 伦敦政经学院博士毕业 两人的背景 南辕北辙如天平两端 出英文 动胜 出英文 动胜 我说过他有记录 我崇拜的就是国家 主席也是蔡英文的偶像 但蔡英文是民进党的救星 历经倒闭风暴 村居深知 悲情的北岛时代结束 蔡英文将带领民进党 进入不再需要靠伤痕 累积战功的平淡时代 他必须力挺这个 非典型的美兴秀 尽管吞下败仗 民众还是热情高喊总统好 似乎不希望蔡英文就此 引退政坛 但2012大选失利 连绿营票仓高雄 都没拿下预定比较胜的 22万票 兰延安为成绝券扫不出来 拜选后蔡英文几次负责 这个重担 她只放心交给局界 我们今天很顺利地 产生了我们的代理的当主席 也就是我们现任的高雄市的市长 陈局陈市长 一次次并肩作战的情依 情侣姐妹的两人相互扶持 破裂一切 我们欢迎南台湾 DV如东 总统好 2016年蔡英文 再战江湖 甜蜜复仇 卸票首战 选的就是高雄 这一天 陈局的手 选的比谁会高 这份喜悦 一语言调 这一次的选举第一战功 一定是绝结的是不是 从此陈局稳坐 党内第二把交易 廖都市长首次出席行政乐会 举解霸气李军 左手边是赖清德 林佳龙 右手边是郑文汉 这群党内后辈 英雄出少年 其中陈局势入兄弟的是他 我总是会认为 赖清德是一个可信赖的人 他做什么 像什么 一个是化罪会给党的南霸天 一个是台南元气王 同属新潮流 情谊格外深刻 李全教个人买票 他污蔑我 2014年 李全教涉嫌汇雪 躲下一张宝座 赖清德空前挫败 六天后的跨年夜 满脸疲惫的他 现身城局关顶 他决定 以拒绝进立会 表达抗议 揽不住这个小老弟的城局 是私下帮忙协调 让赖清德出面 给我宣移 0206的这场强震重创海南 这是城局正在飞往纽西兰度假的飞机上 在澳洲转机时 接到幕僚电话 他忐忑不安 一落地纽西兰 撑去就决定直接回台湾 家属出来指控我们的疏忽 这个我诚意 代表台南市政府 跟受困的民众的家属表达歉意 满眼血丝的赖清德 在第一线面对家属悲愤 陪在身旁的群姐 不断跟工作人员交嘴接耳 提供救灾建议 这份相知相惜的姐弟情 赖清德点滴在心头 一切林院长的鼓励 也感谢城局市长的支持 2017年赖清德接下隔回重则 这段话被媒体传测 难道城局才是行政院长的第一人选吗 蔡总统会员是英雄 赖清德是我见过新的世代之中 最有担当最有勇气 如今城局也提进中央 我立法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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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死不得张总统 好像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之中 他很多一个美好的理想 没有被社会所理解 蔡英文城局赖清德 不愿意叹干脚 终于合体到位 从党位小妹 也走到今天的总统府合书长 一身为人作教的城局 始至继续为台湾调教 期待走出悲情美丽岛的下时代 不再有刺裂伤痕 民进党最有声望的两位之下是市长 赖清德和陈菊 都被蔡英文找到身边 合体作战了 接下来就看府院铁三角 如何打造台湾新局 现在大家看陈菊 像是个政坛大姐大 但您可能忘了 他2006年要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完全不被看好 就连初选过关 民进党内还是有人设法 要换掉他 即使后来真的大团结挺局了 却遇上红山军席卷全台 是大环境最不利于民进党的时刻 虽然最终赢得选战 但只赢不到0.2% 1114票的结果 接下来就是赢票了 而国民党也随即提出 当选无效之诉和选举无效之诉 光是官司就打了一年 等于陈菊 选上高雄市长 却一再地被质疑正当性 身心脚脆之下 轻度中风 身体健康 亮红灯 而好不容易战胜病魔 回师府上班第四天 一审就被判当选无效 这期间的政令难以出门 真的很磨人心智 最后终于二审赢了 但回顾这一场 高雄市长的选战 算一算 内地战打了足足两年多 而人生会回到高雄 这个美丽岛事件发生地 也是他首次从政当国代的地方 则缘起于一场 太劳暴动后的司官负责 处处都是考验 在劳委会 2200多个日子 跟我们的同仁相处 要离开 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一场太劳暴动 改变城局的政治路 此之后他想回到高雄 第一次参选的地方一展暴富 没想到党内大佬没人支持 认为叶菊兰参选才有胜算 纷纷劝退 一支炮的陈菊在全党反对身中 好不容易脱颖而出 赢得初选 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市长 却逢红山军席准全台 大环境不利于民进党 成局的处境 犹如站在悬崖边 反观对手是出身云林 在高雄耕耘相当长时间的 前高雄市副市长黄俊英 他是一位单纯的学者 从政前担任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的院长 当时他在选战中 口不出恶言 而且也不做政治上的交锋 所以在长时间我们在选战上 几乎没有火化也没有着力点 而我们的阵营当时 我记得当时我们必须要承担 就是民进党中央执政的包袱 到了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国民党突然改变了他的选举策略 他开始大力的攻击向高捷案 这些议题我们当时做了蛮长时间的准备 我们当时也有举办向牵手户外河这样的火道 逐渐就凝聚了高雄市民 对于民进党在高雄执政政绩的一个认同 陈菊阵营一路苦苦追赶黄俊英 还要面对台联党推出罗志明来稀释票源 这一仗他们打得辛苦 从选战开始的反贪倒扁 黄俊英支持率是三成二 陈菊二成五 到陈水扁国务交费后拉大两人差距 最多差了12个百分比 后来马英九特别被风波爆发 一开始看不出影响 直到效应发酵 选前民进党内部做的民调 陈菊与黄俊英两人差距 只剩三个百分比 双方情势接近五五波 七七五三年 五三年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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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前之夜双方阵营 天王牌全数出龙 原以为即将要为这场选举 画下据点 没想到那一夜却擦枪走火 选举的最后一天的晚上 当时我们的青年部 青年军的年轻干部 成功的登上了国民党参加 赵氏网会动员的游览车 那在这个车上我们发现了 他们在进行发放走路工 我们也进行了录影录影 这些年轻干部 回到竞选总部之后 我们得知这样的事情后 决定召开记者会 这个他发的钱的上面 有他的指纹 而且当场我们有人证 他前那个 大家都叫他叫伯雄 是两个人给一千块 那我们两位坐在一起 所以他给我一张一千块的 记者会结束 已经是投票当天的凌晨 陈局阵营立刻带着 当时在车上搜证的青年军 前往地检署控告 那原本就已经呈现 胶着的高市选情 增添了更多变数 国民党从上到下 一整天开始全力消毒 黄军英甚至还绑上黄头巾 表达自己的不满 企图来欺骗 善良的高雄乡亲的感情跟选票 我们深感痛心与愤怒 选举当天开票 双方一直呈现拉锯战 最终成局以 百分之四十九点四亿的票数 显胜了一千一百一十四票 两人差却不到百分之零点二 中国共产会 最好通级的结果 帮你加川普 我们共产党 中山各洋出票 谢谢 我们一定买开机去买票 我们准备宴票 第二个 对于意图使人不当选的 继续追购 第三 我们在公告之后 提起当选不孝 好不好 好 全局当选了 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向来是大姐大坚强形象的他 这回却忍不住 在所有人面前落泪 我参选的过程 是民进党最末落 最困难 所以的时候 那我才赢了一千一百十四票 然后接下来选举官司 都是很艰难 时间会证明 我必须要非常努力 得到人民的支持认同 2007年4月下旬 陈觉健康亮起红灯 他颈部左侧血管阻塞 医生判定为轻度中风 当所有人都在猜 市长能否康复 陈觉以惊人意志力 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战胜闭魔 回到议会上班 我们会长欢迎我们的市 市长回到我们的市政会议来 我们现在恭请市长 真的很好所见 我是其实 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 就是不重视自己的健康 就在他重回市府上班的第四天 2007年6月15号 高雄地方法院宣判 陈觉当选无效 这结果无疑让陈觉 失去执政的基础 多数人都认为陈局市长职务不保 在最惨淡的那段岁月 他不忘要求幕僚 要做就做到最好 他常举例当时说 他在老委会主委期间 向来都是行政院部会第一名的首长 他希望我们 不管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境 我们的追求 以同样的标准 尽量来努力 或许是天物决人之路 2007年11月16号 高雄高分院撤销逸审判决 高雄市长站打了超过800个日子 这一刻总算确认陈局 在高雄执政的正当性 开启这位台湾局 在高雄土地密布可分的 崭新乐章 惊涛海浪中才选上的高雄市长 却被对手一再质疑正当性 但即使这样市政也得推动 尤其马上面临的 就是一场千头万绪的市运会 当时台湾举办 世界级赛事的经验很少 加上硬体设施还不到位 高雄捷运也还在盖 小巨蛋更因结构问题 处于停工阶段 一度让国际市运会主席 无法信任 还多次民事暗示 要把主办权让给北京 但陈局咬紧牙关 设法把资源干港极大化 并且利用在地优势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但随即两岸考验又来了 高雄要如何让中国大陆 也愿意来参加 尽管陈局的本土色彩 让困难度更高 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出访北京 见到当时的北京市长郭金龙 使得中国不阻挠 也派出77名选手参赛 甚至市运会上也看到 我们的国旗在会场 观众席飘扬 很多人都无法忘记这一幕 闭幕典礼上 市运主席郎佛契形容 这是史上最成功的世界运动会 高雄真的写下一页奇迹 要跟大家宣告 说 2009年世界运动会 高雄已经准备好了 2009年国际世界运动会 在港都写下璀璨一页 来自103个国家汉地区 将近5000名选手聚在一起 这场体育盛事从此改写了世人 对台湾的印象 开幕典礼上国际级殿堂舞台 充满浓浓台湾味 下一个节目是电影三太子 骑上超台摩托车一起现身 七夜八夜宫妙文化变成壮丽表演 接下来进场的团队 为各位介绍的是中华台北队 接着运动员鱼冠进场了 转播镜头才刚拍到 中华台北的牌子 现场观众忍不住尖叫 欢迎自己家的选手登台 台湾在运动赛事当中 向来只能以中华台北代表出征 而在世运开幕大会的殿堂 主席以中华民国总统 来称呼时任总统马英九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让我们一起欢迎中华民国 马英九总统 在伊东公雄设计的试运场馆 聆听海力高亢甜美的歌声 高雄试运总算漂亮展开了 市府人员长时间的努力 交出漂亮成绩单 而这一场战役 其实从陈局上任第三天就开始了 陈局上任后很快知道 最大的挑战就是试运 当时距离试运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但主场馆街道警官通通没到位 如果来不及资格就会被取消 而市运是谢长廷时代争取到的 陈局不愿让这样的机会消失 一肩扛起重任 但就在市运举办的前一年 曾经发生国际市运主席朗福气 在主题曲的发表会现场 愤而离席的事件 为的就是画面当中的国旗 当时记者会地点在高雄市府中庭 本来就有国旗飘扬 但朗福气认为违反大会精神 愤而离席 也让陈局理解国际困境 是高雄市运的一大难题 但他没有规避问题 陈局深知中国态度 对市运成败将会有影响 但他的本土派色彩 跟中方接触又显得敏感 不过他知道必须前往拜会 于是在消息滴水不漏的状况下 陈局见到了时任北京市长郭金龙 在北京饭店跟郭金龙会面 陈局拿出邀请塔 邀请郭金龙来参加试运 聪容大气赢得蓝绿双方的赞赏 回台时民众在机场热烈迎接 低调且玩妥地处理跟北京的关系 至于敏感的国旗问题 陈局出了起招 我在这里更要感谢 薛长廷前市长 争取 薛市长在台上 现场气氛十分融洽 但注意到了吗 他致辞的同时 背后飘扬着明显青天白日 满地红国旗 因为事前 陈局汉主办那位沟通 为了符合多元精神 希望开放所有旗帜 进场加油 这当然也包括台湾国旗 用热烈的掌声 给所有的志工朋友 给他们温暖 给他们鼓励 感谢他们 从各界毫不看好 走过重重阻碍 陈局勇坚持克服压力 也让高雄市域成为奇迹 陈局这一生 似乎有好多的不看好 但坚韧如他 最后还是能够逆转胜 化行为夷 那么市域会之后 你以为接下来的陈局 人生路应该顺利了吗 当他要寻求连任的时候 高雄县市合并了 曾经情同手足的 杨秋新来挑战 民进党再次初选 尽管陈局以58% 赢过杨秋新的41% 没想到选前百日 在高雄县执政 八年的县长杨秋新 宣布退党参选 民进党在大高雄分裂了 而选举中的抹黑 和谩骂更从未停过 无论是猜测 他的身体状况 还是抹黑政绩的流言四起 甚至包括被断章取义的 有利人士泰劳事件 非常光碟集团危机 台风天泡汤的不识指控等等 人生至此 看尽政治现实 最后陈局依然在 三强鼎立的态势中 以过半的得票率赢得连任 票数甚至比杨秋新和黄昭顺 加起来还要多 这边的选举 随便颇见 困难进阶 也是最后 我们高雄的家团赢 市民赢 南京的家团一定要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 罗南 谢谢大家 深深一鞠躬 2010年五都选举 这一仗陈局打得并不轻松 因应五都升格 这是第一届的大高雄市长选举 也是现任市长陈局第一次 和青铜手足的高雄县长杨秋新 思破裂 杨县长大学三年前 我就认识他 一路走来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 也曾经都并肩努力作战 一开始竞争到现在 真的是各种事是灰灰 不过我会总会觉得说 如果这是人生的必然 那我就是接受 有一破裂只能坦然接受 陈局一字一句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毕竟三十年的交情 敌不过政治现实 终究上演高雄小巨人 对战局解难霸天的火爆场面 这这样的抹黑文宣 我们希望能够把它拖棄掉 出闲的前一天 看到抹黑我的文宣 我抹黑我的文宣是 两个人的对照 把我说得非常的不堪 传票到我今天总部 那找两位我的干部 那请他们上了警车 上了公共车 所以这个形同机体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党员同志 不要在媒体或公开的场合 批评我们的参选人 抹黑文宣党内互打连番上演 即使党主席蔡英文出马调题 依旧避免不了同事操歌的尴尬局面 2010年4月初选结果 成绩于58%支持率 胜过杨秋星的41% 一位选情能吃下一颗定心丸 没想到选前三个月 杨秋星还是抛出震撼蛋 我心已定 所以我也请我们过去 很多主席 很多好朋友 尊重我 也就不要再给我回来 杨秋星和国民党的黄昭顺 形成市场选战铁三角 别说难以操控的气宝效应 会不会在兰营内部成真 选举中的抹黑 谩骂 更是一天都没提过 说得到 看得到 真正的 真正的 甚至在选战打的火热之际 出现这篇攻击文宣 标题写着 有力人士无情成事 指控的就是2005年 高节发生外劳暴动 陈菊公然一句 有力人士的说法 被解读暗指国策顾问 陈哲男 这当然也影响到 有意参选市长的儿子 陈奇迈选情 而选战白热化后 甚至还出现职业抹黑集团 私下操盘非常光碟 时任立委的邱毅 更是一天一招 炮打陈菊不手软 公务局被抽掉了900万 抽掉了900万 900万里面是新公处 养公处跟水公处 从健康状态到政绩批评 陈菊团队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 依旧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怎么知道挡不住 9月19号登陆的凡纳比台风 在南台湾掀起滔天巨浪 插点阻断城局的连任之路 6小时内高雄的江雨量 标破600公里 瞬间雨量刷新50年记录 伴随而来的除了灾情 还有政治口水 包括九一九当天 陈菊为什么在关底休息 还有邱毅质疑的 有没有到田辽泡温泉 尖锐提问都成为陈菊 疲于应付的选情问答题 我怎么可能去田辽 市长的官社是有六支的监视器 这些资料我们都交给检察官 那对于所有那种抹黑指控 我们的律师已经在进行告诉 他每说一次我们就告一次 陈菊在黄昭顺和杨秋星的袈裟下 和国民党补天盖地的攻击中 选战官司一桩接一桩 终于在11月27号开票这一天 获得52.8%的支持度 拿下82万票 比杨秋星的41万票 和黄昭顺的32万票 乡家总和还要多 这一夜有人笑了 也有人哭了 那是咱们的总票刷 这贵博 一个153平方公里大的都会区 或者到降乘3000平方公里的大高雄 福源更辽阔了 人口也翻了一倍 上任后的城区几乎用尽心力 缝合两个城市的差距 一千多个日子以来 这座城市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辛苦 陈菊的从政之路 从日初走到南霸天的庇阳 在北上坐镇总统府 他的政治人生看尽熔乱 花妈给外界的形象 却始终肯定而温暖 政治现实让陈菊刻骨铭心 但真正让他痛到追星刺骨的 是2014年7月31号深夜的高雄大气暴 32人死亡 321人轻重伤 这是陈菊担任高雄市长任内最大的危机 几乎可能终结掉他的政治生命 当时距离大高雄市长连任的这场选举 只剩4个月不到 眼见高雄市区多条重要道路 被炸成壕沟 陈菊除了得尽快修复受伤的城市 还得追查气暴真凶 并面临与中央要重建经费的角力战 以及选举对手的攻击 但是再怎么的被打击 也要以最快速度修复道路 而且要为受灾物办理待位求偿 最重要的是不能够让气暴危剧再发生 除了追查管线也要求 14家石化业者将总公司搬到高雄 与高雄人命运与共 并且致力卸除工业城市的宿命 陈菊再一次化危机为转机 高雄人投下了99万票 让这一朵压不扁的台湾局 成为全台得票数最多的直辖市长 火光从地底窜出 午夜前的红尖巨响高雄市凯旋路整个翻起 停在路面上的车辆180度翻转坠地 火光从天爆破一声又一声 2014年7月31日晚间11点56分 高雄发生大气爆 包括三多一二路 开旋三路 一新一路等多条重要道路 被炸成五公尺深的壕沟 爆炸火焰冲上15层楼高 人们哭喊惊慌 瞬间失去生命家园 这是台湾史上最大的一场 跟满意外 32人死亡 321人轻重伤 这年适逢选举年 距离高雄市长选举 只有120天 我们要求沿着这个以水下水道 这个石化管线沿途的市民朋友 希望能够先安全撤自己 当时陈菊的心情 就像他的语气一样灰暗沉重 无法置信这么大的灾难 突然降临在高雄 就连消防局两位弟兄 都因此失踪 一夕之间失去妻儿的市民 哭着求着 要他帮帮忙 两个好好的人 习母都是在街上 会起到不见了 菊姐你要帮我 我们没有背景 我们只是 他们没有靠山 陈菊眼眶泛红 握着罹难者家属的手 跟叶子说对不起 身为高雄市长的他 责无旁贷 甚至心里已经做好准备 不选或是落选 都是应该的 在救责的过程中 挖出肇事的李长龙石化管线 被包围在派水向寒中 研判因为管病遭到长期嗅食 无法承受管内压力 而破损导致鼻息外泄 但这个向寒 却没出现在高雄市政府的 地下管线图资中 经椎查是在 乌敦义主镇时代施工 发生气爆的石化管线 也是当年中油所建造 后来转卖给李长龙化工 有一些我们不清楚 因为这是中央这个产业的布局 所以这个部分 他并没有告诉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告诉我们说 有幽灵的管道 他们不知道管线在哪里 我们认为这是卸责 这是睁眼说瞎话 国民党立委紧追爆料 在2012年高雄市捷运局 发包轻轨捷运工程时 就已经知道地下有一条 属于李长龙化工的石化管线 一向坚强的陈菊 不逃避落泪直线 坦诚团队横向联系不足 高雄市政府 这个部分必须要负责 我们非常抱歉 当时包括副市长 捷运局水利局公务局长等人 私人下台 成居招售中创 同时他还得为重建高雄 向中央伸手要钱 受损的四公里多路面 包括重建湘涵 附属建设总经费 初步估算要19亿1000多万 但当时的行政院长江银化 提出三不原则 不立专访 不编特别预算 不设专责机构 要地方政府 比灾害准备经营益 中央再补足不足部分 非常需要中央伸出严守 我希望将院长重新思考 陈局边与中央角力谈话 灾难却向没尽头 气暴后的第七天 西南气流造成连日大雨 灾区的排水相寒 都在气暴中被炸毁 大水淹进失去房屋 灾民才走过气暴的惊吓 又迎来淹水的苦难 这算不烦路啦 这只看着有烦路死了 没有办法睡 凯旋路一时之间成了凯旋河 陈局此时又遭受轰击 滞水的系统爆炸以后 我们现在再重新建立 整个天空已是用到的 我们排到哪里都是水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我们真的不好意思 那段日子 经常凌晨一接到通知 陈局就出现在淹水灾区视察 面对市民的苦 他只能一肩承担 但后来的政治清算 紧接着来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 控告全局独职 期望获己选战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杨秋新也趁此时发难 对他穷追猛打 人民生署的紧要关头 你在做按摩 不是不能按摩 但是紧要关头 你不能做按摩 紧要关头 你应该到现场赶快指挥 调度 虽然选举逼近了 陈局此时选择放下口水战 面对外界质疑 交由司法调查 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高雄七报的复原工作 除了重建道路 为了避免受在户 承担高诉讼风险 影响生活经济 高雄市府推出代位求偿 先以各界捐来的善款 作为求偿救助金 运用市府的专业与资源 为灾民讨公道 埋在高雄市区底下的石化管线 有如不定时炸弹 也是沉急迫切解决的问题 未来我们这些管线 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这些管线 在法律的规划不够明确 那这些管线应该怎么样子 能够是安全 艰苦的高雄七报日子 陈菊同时失去感情要好的弟弟 但他没倒下 既得七报的惨痛代价 致力让高雄成为安全城市 提出高雄市既有工业管线管理 自制条例 要求管线所有人 需达到条件才能继续使用管线 14家石化管线业者 得将总公司搬到高雄 与高雄人命运与共 并清查出89条管线穿越高雄市区 将七报牵涉的三条管线 全部断管 向灾民保证 噩梦不再发生 我们都记得一条路 它一度中断基层 但是在三个月里 它重新打头铺平 这场大气暴 本来很有可能终结成绩的政治生命 但它挺过市民的迷运 与中英的角力 政治对手的攻击 让这座受伤的城市尽快复原 2014年11月29日 九合一大选 成绩超过99万票 赢得高雄市长选举 大胜对手杨秋心44万票 同时也比他四年前的市长选举 得票数增加超过15% 但是这场选战中 全台投票数最高的候选国 市民已选票 得了成绩最棒的掌声 选战是赢了 但高雄要怎么转型呢 为了不让港多人 一再承受污染 留高雄的宿命 成绩团队致力于 移居城市的打造 亚洲新湾区是否更进一步 让高雄脱胎换骨呢 成绩的告别眼泪 为何止不住呢 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 压不扁的台湾局特别报道 高雄有港有河 有山有海有都市 陈局执政12年 究竟是否已经让高雄工业之都 脱胎换骨 摆脱过去重北京南 污染留高雄的宿命呢 为什么这个港湾城市 多次获得国际移居城市奖 还被国际知名旅游指南 列为是2018年世界最佳前十座旅游城市呢 我们就从亚洲新湾区高雄港的蜕变开始看起 高雄这个海港之都 以新科技的面貌迈向21世纪 起点就从亚洲新湾区开始 我看到高雄多元的文化 还有高雄各种从高山海洋 城市港口等等 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角度的高雄 从空中俯瞰590公顷的亚洲新湾区 其中70%分别属于中游 台电台糖等多个国营事业体 光是整合争取合作 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隶属于国防部的205兵工厂 更是取得不意 历经时任国防部长 只有有机会 陈局都亲自提出计划案 要求迁移 坚持不退的态度 终于把最后一块土地补上 市长亲自跟阎明部长做简报的时候 还特别跟他讲 你来看一下 整个亚洲新湾区里面 205兵工厂这边很突兀 阎明部长说好好好 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历任有十任的国防部长 才同意要把205兵工厂让出来 亚洲新湾区是高雄转型的重大建设 设计理念与环境合而为一 也都背负着各自不同的使命 取之于海洋异象的高雄展览馆 招商全球企业 港府旅游中心 服务通关邮轮 负责观光休闲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 是一个可以容纳 一万两千名观众的户外表演场地 还有全栋采玻璃帷幕 穿透性高的环保绿建筑 高雄市立图书总管 仓库区博二也从荒凉废墟 蛻变成吸引年轻人进驻的 文创园区 每年吸引超过 450万名游客造访 年轻人很喜欢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看起来有点破旧 不会啊 不过它里面 就是 印藏很多新的 文创 对 整个大博二来讲 结合了这个轻轨的一个通行 然后呢 结合港湾的一个特色 我们现在这边就希望有更多 不同的一些文化创意的内容 可以在这边不但的萌芽跟发展 高雄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港湾城市 处处可见 充满城市美学的建筑设计 多次获得国际移居城市奖 也被国际知名旅游指南 列为2018年世界最佳实作旅游城市 更是陈局市长退休后 要永远落脚的家 你有被处备离家吗 有 在哪一区 我现在的家是在古山区 不过高雄未来 希望住在高雄比较 跟乡下的地方 要去政策吗 要去政策 是人生的美梦 真的 陈局在博尔 轻松地玩着年轻人流行的自拍 高雄也因为它而开始翻转 亚洲新湾区启动全面性的改造 争取桥头新市镇 作为高雄第二科学园区 第三条捷运黄线 也纳入行政院前瞻计划 吸引产与人才 也包括来自全球的新兴产业 高雄市转型已经从起步来到开端 陈局却要启程北上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永远不会忘记大家跟我同甘共苦 十二年不是十二天 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面与任何的困难压力 大家对我这个团队认同 大家团结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陈局难得感性地流下眼泪 感谢团队十二年来的共同打拼 完成高雄转型的梦想 未来的港督也在这个基础上持续发展 南北平衡的目标不远 也向世界展开更广阔的一面窗 陈局从十八岁 党外小妹担任省议员郭雨昕助理 开始帮政治犯奔走送信 到历经美丽岛事件 军阀大审 政治黑牢 人权运动 竞选公职 入阁 直辖市长 到现在六十八岁 接总统府秘书长 这一路走来 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 台湾民主发展史 现在台湾的悲苦世代已过 新国的改革又困难重重 陈局说他不忍心看 蔡英文总统孤军奉战 于是进到总统府当幕僚长 也与秦同姐弟的行政院长 赖金德并肩作战 人生剧本怎么走 总是难以预测 只希望这些备受台湾人信赖的 政坛重量级人物 永远欣系人民 为台湾福祉而战 我是陈亚玲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